日前 陆军第74集团军谋旅 联合海军谋登陆舰 在陌生海域展开跨昼夜海上多科目训练 重点检验部队 海上泛水编波 整舰制快速装卸载 协同作战等能力 泛水 执行 随着指挥员口灵下达 海上泛水编波训练展开 多种车型组成的混合编队依次入水 在行进中完成战术编波 向数公里外的目标海域机动 上下登陆舰是两栖部队实施远程投送的重要环节 受海上风向 涌浪起伏等因素影响 难度高 挑战大 在引导员和车组成员的密切配合下 官兵们成功将两栖战车快速开进登陆舱 并捆绑加固 上下登陆舰是海上驾驶训练的重难点科目 两栖战车和登陆舰都容易受到风浪和暗流的影响而摇晃不定 且登陆舰舱门狭窄 驾驶员对上舰时机的把握和方向修正量的把控难度很大 想要一次性快速上舰 离不开过硬的驾驶技能 夜幕降临 能见度降低 夜间上下登陆舰对驾驶员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驾驶员不断调整修正战车航向 依令克服夜间复杂海矿完成上舰 连日来 这个旅还展开抗宣运 整舰至快速装卸载等多个科目训练 提升官兵海上综合作战能力